歡迎收看一分鐘東京 我是偉恩 這一集我們要介紹新宿育苑 新宿育苑被官方稱為東京版的紐約中央公園 它的外圍有3.5公里 它的面積有58.3公頃大 對裡跟繁忙的新宿相當的近 可是呢卻能享受大片的綠地 還有各種庭園的造景 而這邊在春天的時候呢 有上千朵的櫻花樹 也是東京人賞鷹的最佳景點 帶著他們的野餐店還有餐點在樹下賞鷹 真的非常的棒喔 這裡也非常適合家庭旅遊的時候 帶小朋友來這邊野餐 或是在草皮上滾滾晃晃 新宿育苑這邊有3個入口 分別是新宿站的新宿門 新宿育苑前站的大幕戶門 以及千坨谷站的千坨谷門 大家可以選擇適合自己旅遊入境的入口 來新宿育苑參觀喔 如果你是喜歡大自然的人 來東京旅遊千萬不要錯過新宿育苑 一分鐘東京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